6.3.2.15 這麼冷的天氣,有什麼能嫩過吃朱古力和喝朱古力? 所以這一集,我想做一個朱古力特輯! 看看大家有沒有影響去看吧! 唉,還很冷!還有什麼能嫩過喝一杯很溫暖的熱朱古力? 所以今集是一個朱古力特集,第一集會帶大家去這間Max Brenner的餐廳 美國人可能會問這間餐廳不是美國的嗎? 認識少許東西的人可能會問這間餐廳不是以色列的嗎? 現在Max Brenner是澳洲人,同種店只掛名字 之所以我們Max Brenner有份情意結,是因為我十幾年前在Risbon讀書的時候 當時又冷又濕,慘過利公民廣告那人在陣陣的時候 當時,我和學生帶我去Max Brenner,你看看他的朱古力是有名堂的 叫做黑麥啊,那個杯 還有,你看看那些Waffle和Chocolate Fudge 是不是看到都覺得暖了呢? 但是,十幾年之後的今天,你看看不論朱古力和Waffle 由顏色到邁上,都好像裝一個令本身軟的經典對白那樣 我們回不去了,等於我的樣子也有十幾年前的樣子 變成這樣,真的非常唏噓呀! 幸好,還有一種朱古力,不但力度不須,還不停有花神 就是Tim Tam 澳洲人究竟有多喜歡他呢? 其實生產Tim Tam的瓦洛士集團,在澳洲單是2019年 就賣出了2億7千萬件Tim Tam餅 而根據《每日郵報》的報導,澳洲人去年因為疫情事關係 真的要從家工作,結果買多了400萬包Tim Tam 可想而知,澳洲人對Tim Tam有多瘋狂呢? 但是,香港人可能會問,普通朱古力甲心比一件 甜到死有多正? 那你有所不知,澳洲Tim Tam在本土市場經常有很特別的味道 就好像我在2019年去澳洲玩的時候 就狂掃了很多包芒果味的Tim Tam 20年就掃了很多包Gelato雪糕味的Tim Tam 未來7月還會有Butterscotch and cream 不過,最不一樣的,就是我一直只見相 不見樣的Vegema味道 今次我就為藝術而犧牲,拿了幾款回去和大家試味 首先我要為大家介紹的就是這款Benofi 總之,如果大家有吃Benofi 都知道其實是香蕉和拖匪混合的一種甜品 大家一聽到這麼甜的混合朱古力味的東西 一定會灑出零頭的 就好像我幾年前在澳洲帶回芒果味的Tim Tam 同事都灑出零頭 嘩,這麼難吃的東西你都買回來,我不要 誰知道大家一吃了就不能停口 就說真的想不到芒果味和朱古力味可以這麼急 這就是Tim Tam的魔力了 就是甜的東西和朱古力配合是很無理和感的 越吃越開心的 反而一些黑巧克力或者白巧克力 是沒有這麼大的魅力的 另一次我拿了一些Gelato味又是一樣 Chocman和Chocman 那些Gelato加上這些朱古力味又是無敵的 除了Berry味,真是對不起 所有的味道Berry味的東西 配合任何的這些朱古力味 即Sumi Marcel 吃完真的不用再有第二次 打開了,其實就好像普通的朱古力餅一樣 但其實如果Youtube可以把味道的氣味都引入賣的話 你應該現在已經聞到很香的Bernovic味 當然啦,有些人都是不喜歡甜的 就會覺得這種味道很膠,很自然 即是好像果味一樣 就會覺得,哇,甚至像雞藥水 但其實我又不覺得 以我這麼討厭這些雞藥水味道的人 我都覺得可以接受,還覺得很香 好,到了我試吃的時間啦 那我出完手,我就吃了 這樣啦 這個就是一件Bernovic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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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就是裡面那些 是不是 那些人是不是這樣的 不懂得說 總之大家可以看到 很多脫肥 嗯 嗯 在裡面的 很好吃 嗯 嗯 不跟你說,先吃完 嗯 嗯 你看看裡面的拖肥 真的拖著出來 很棒 今天開的第二包 就是這個DELUX的DARK CHOCK MINT 顧名思義就是薄荷味的TIM TAM 我以前也吃過幾次的 應該都OK好吃 不過那隻就是叫GELATO 所以可能那隻會比較甜 不知道這隻會不會因為DARK CHOCK 會比較苦 那我就試一下 今天真的,做完吃貨 哇 真是 被人笑我 這麼大個人第一次做完這些 開了之後呢 也是朱古力粉 但是很香 昨天就是BANNOVY味 今天就是DARK CHOCKLAT 不是DARK CHOCKLAT 是MINT CHOCKLAT 是MINT CHOCKLAT的味 哇,很香薄荷味 真的好像變成黃麗梅 魚有魚味 馬上有雞味 那DARK CHOCKLAT的MINT 當然是有DARK CHOCKLAT的味 是不是 好啦,又不客氣了 每次都是這個畫面 要坐下 坐下 然後裝模樣 好,我現在就吃一件給你看 先吃一件給你看 好,金色色 是不是這樣 這樣吧 這樣吧 你會不會覺得 薄荷味 是會被DARK CHOCKLAT的味 蓋住的 我知道有些人不喜歡吃薄荷味 就覺得很像牙膏味 但是我完全是超喜歡這個味道 所以呢 你不喜歡吃你的事 我超喜歡這個味道 正 好了,不要嘗我自己 好吃 好味道 這個比較 我喜歡這個味道 我喜歡這個味道 我喜歡牙膏味 我喜歡牙膏味 這個角度看 就可以看到 很清楚 白色那邊就是那些 有很多黑巧克力 在中間 有很多黑巧克力 有很多黑巧克力 很普遍的 Tim Tam的夾心餅 的構造 中間就是一個 超過歷史 我現在有些 鏡頭搖搖 還可以渡火風 學了一些 不專業的Youtuber 拍的東西 覺得不合不合 好了 這包呢 就是另一隻限量版 就是叫 Merry River 的Salted Caramel 其實我現在都不知道 什麼叫Merry River 我真的要上網才知道 究竟為什麼要有這樣的名字 原來根據網上的說法 就是 這個在澳洲的 Merry River 那個河床 是 做出來的 Minner Water 是一個最棒的一個Sauce 來做一些 很好味的鹽 所以理論上 這隻Salted Caramel 是有一隻 會很棒的 Caramel flavor 還是Salt 不知道 吃了才知道 不管了 好香 真的好像跟他賣廣告一樣 每一隻都說很香 真的很香 真的很香的一種 Caramel的味道 這幾塊朱古力餅 跟前兩包開 有些不同 是淺色一點 因為可能是Caramel的關係 就不是像黑朱古力那樣 但現在香到我忍不住了 我覺得好像聞到 麥當勞很久之前 有焦糖雪糕的味道 那種香 忍不住了要吃 又倒了燉下來的時候 這次就是吃Caramel 你不要以為我的衣服 可以跟前幾天一樣 好像同一天吃 但不穩定幾天來 去分幾天拍 其實不是的 因為我真的沒什麼口衣 現在很冷 Anyway 現在吃了 這個 嘩 這樣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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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棒啊 你看到這個我也知道 這個味道很棒 不跟你說 很低能啊 我真的忍不住 又要再拍一塊 真的 真的 很棒的焦糖味 很好吃 連朱古力也被他搶了 那頭呢 你吃了朱古力 但慢慢滲入 焦糖那種 那種甜 那種酸法呢 真的呢 說得有點像戀愛中的甜 很棒 我跟你說 很好吃啊 很好吃啊 是不是只看影片 都可以想像到 我吃完之後 有多捧著肚子呢 但還未完 那我要招呼 我的Vegan的觀眾朋友 那就要嘗試 這兩大塊Lintz的Vegan朱古力 好了 接著我現在 就要拆給大家看 這個Lintz的Vegan 這個就是 Classic的Hazel Nuts 它整塊是這樣的 所以一條人 最好就麻煩你 不可能吃完整塊 那你就要 用一些密室袋 裝著它 不過現在天氣冷 都不用怕它會溶的 好了 我現在告訴大家 它的成分是什麼 不過我現在告訴大家 這個呢 它有點像 就是 那些吃的那些 一塊 它不是一粒粒那些 又是這樣的 不過它就一塊塊 這樣 變成一大塊 這樣 所以 又不是分不到 不過你看看我撕到 裡面就是這樣的 薄薄的 什麼味道 不怕我自己吃 你問我 朱古力味濃不濃呢 我又覺得 一定沒有TimTam的那麼濃的 但是呢 你會吃到 你會吃到 很香的 果仁 青森 我有味道 因為你看很多 一粒粒的那些 沒有 輕輕的那麼大 就像這樣 但是 都幾是東西 例如我現在這樣 很囊 那樣 其實我覺得 吃Vegan 巧克力也有好處 就是 因為我們不是很介意 它 沒有了那種奶味 主要 你是 一個 愛好 黑巧克力的人 所以 其實 不會太介意 巧克力沒有這種奶味 所以 現在 它用的成分 應該是 Oat Milk 等一下再給大家看看 所以 你不會覺得 它跟 我們吃的 巧克力 有太大的差別 好 這個平均 我覺得不錯 真的很好吃 那大家看到它的成分 其實本身 它就是有 Oat Powder Oat Extract Coco Butter Emulsifier 也有 Soy 但是用Soy 即是說 它所有用到奶的成分 它都要用大豆 或者是 用可可 牛油 總之是植物成分 的 成分 來去替代 原先用的牛油 所以 是 瑜伽包含的Vegan 所以我都不怕 告訴大家 放心吃 如果是Vegan 接著 這個 就是Vegan Smooth 應該就沒有 這一包 Pasal Nut 有Nuts 等一下 我會給大家看看 裡面有些什麼 那些材料呢 就是 Oat Powder Coco Butter Coco Butter Almond Paste 以及 都是用 大豆的卵論脂來做的 一些Emulsifier 其實我覺得 如果剛才這樣看 那個質感 那個Emulsifier的 那個 結身 其實就 不輸於普通朱古力的 我覺得 其實基本上 跟普通朱古力 是沒有分別的 OK 那先試一下 這一包 看看如何 都是一樣 一格格 那我先剪掉一塊 希望 不會有全人術 這樣剪掉 什麼都看不到 我再吃 大家側看 都是沒有的 所以真的是Smooth 沒有脆 沒有什麼 正常的巧克力 又不可以說很好吃 但是 總之 不會令到你覺得 嘩 我吃了什麼 這樣的感覺 所以 Vegan人士 這些是你們的福音 來一下澳洲 希望香港遲些有 這一集 我都說了 我是為藝術而犧牲的 不做運動 保持一個Beach Ready Body 怎麼迎接7月的鼻寒之旅呢 那今集的時間差不多了 下一集再見 真的好飽啊